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牛奶加花生 大力扛小恶 银路牛奶花生 要您收看传奇故事 古人说过 是有无望之福 又有无望之祸 可是有些时候 无望之祸的背后或许并不是意外那么简单 更交织着欲望的冲突和人性的幽暗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看今天这件事 事情得从这一年的3月15号说起 四川省黑水县沙十多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报案 有人来报警是两口子 一个叫杨初 一个叫沃满 他们两口子报案说是他们的表弟三郎失踪了 河满的表弟三郎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 他怎么就突然失踪了呢 据河满说呢 情况是这样的 3.4号晚上11点多的时候 他们正在一起喝酒 吃饭喝酒 然后就接了个电话 反正电话里头三郎就是嗯嗯嗯 说了对方说什么 他说他也没听到 他说他有事必须得走 三郎自己开着自己的车从家里边走了 就这样 接完电话之后 三郎深夜离开了 再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这么一个大小伙子能去哪啊 河满说他是越想越不对劲 赶紧就拉着丈夫前来报警 接到报案呢 警察这边也挺上心的 他们立刻就调取了沿途的公共视频画面 想要追踪一下三郎的行车轨迹 可是没想到这边还没眉目呢 那边一个新情况又出现了 那是3月16号早上8点多 也就是河满夫妇报警的第二天一大早 这个河满呢又报警了 这次他拨打了110 电话里头呢 河满似乎是极其崩溃 他表示他找了三郎了 可是三郎呢 早就已经死亡了 短短24小时不到 三郎竟然就从失踪变成死亡了 这怎么回事呢 河满是在哪找到三郎呢 三郎又怎么会死呢 那这里就是河满找到三郎的地方 是在一处隧道口的公路边上 这段公路呢 蜿蜒曲折 一侧是险峻的山坡 另外一侧呢 是陡峭的悬崖 注意看靠近悬崖这一侧的护栏 上面有个缺口 顺着缺口往下看 看到吧 没错 悬崖中间躺着的那个人 正是三郎 难怪电话中河满那么崩溃 感觉三郎是不幸坠崖了 一条年轻的生命 就这么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实在是令人叹息 三郎是怎么坠崖的呀 难不成是因为酒后驾驶 发生了交通事故 现场勘察的初始阶段呢 警察确实也这么认为过 应该是个单车的事故 可是随着勘察的不断深入 警察呢 却开始越发的自我怀疑了 为什么呢 有过驾驶经验的人都知道 如果是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 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啊 哪怕是再小 也一定会在事故现场 留下相应的痕迹 比如说刹车痕迹 和两侧护栏等物体 这个刮擦的痕迹等等 可是在三郎的这个坠崖现场呢 怪了 刹车痕迹没有 还有那个所谓的交通事故 现场那个刮擦痕迹啊 那种痕迹都没有 简而言之 现场就根本没有留下 任何交通事故的痕迹 当然了 有警察也提出来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 会不会是因为发生事故的时候 三郎的车子根本就不在正常的行驶状态 万一他正好在掉头 不小心把油门当刹车了 蹭了一下就飞下去了呢 警察是严谨的 对于这种可能性 他们也进行了分析 可是一番分析下来 他们认为这就更不可能了 我们这边三区 所有人驾驶习惯 他如果是掉弯也好 返回县城也好 他所有倒车的时候 都是靠山的方向去倒车 不可能是靠的那个悬崖方向去倒车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直观的来看一下 在事发路段掉头的话 老司机一般是这么做的 车尾朝着悬崖 车头朝着山坡 如果三郎真的是在掉头的时候 不慎坠崖的话 他应该是车尾朝下 坠落悬崖 可是从现场来看的情况 根本就不是这样 在悬崖边凸起的石头上 警察发现了一些车辆碎片 换句话说 三郎的车是车头朝下坠崖的 根本就不符合一般人掉头的规矩 是因为这个三郎开车技术不行 意识不到这个自己的方位吗 一番合适之后 警察觉得这可能性实在是不大 可如果车辆掉头的时候 发生意外的可能性被排除的话 三郎的车子为什么会坠崖呢 结合现场的痕迹 警察最终有想法了 而这个想法一说出来 简直连他们自个都吓了一跳 把这个车辆 选到这个缺口 把推下去 连车单人推下去 推下去的 照警察这说法 这事竟然是有人故意而为 可是三郎是个身强力壮的大小伙子 就算有人想把他连人带车推下去 他不会反抗或者逃跑吗 怎么可能坐以待毙呢 说到这儿 大家心中可能会浮现出一个不祥的预感 难道说早在坠崖之前 三郎就已经失去了意识 甚至就已经死亡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从法医那边传来消息了 他们找到了三郎的死亡原因 是卢老身上死亡的 根据这个卢骨骨折 凹陷性的类缘性的骨折 可以推断出 它是有边缘 有弗形的垂垂打击形成的 法医鉴定一锤定音 一起蹊跷地坠崖 所有的疑点背后 藏着的是一桩谋杀 这情况令人震惊 也让案子的性质瞬间发生了变化 按照河满的说法 自从三郎成年之后就一直在外打工 平时很少回老家 跟老家的人自然也不会有太多的接触 既然如此 他为什么会被盯上的 闲人又是谁呢 想要解开谜题 或许只能从事发当晚 三郎接到的那个神秘电话入手了 好在河满夫妇说 对于这一通电话 他们还有着大概的印象 当时三郎随口就告诉过他们 打来电话的是一名女性 女性 这个信息让侦察员的心 立刻就提起来了 原来在对三郎的社会关系 进行调查的过程当中 侦察员曾经注意到 三郎的这个情感生活 似乎还挺丰富的 手法主就了解到这个 死者三鸡这个女性朋友 感情方面上是比较复杂的 女性朋友比较多 不仅如此还记得节目开头的时候 河满夫妇去派出所报警吗 当时警察第一时间就对三郎的行车轨迹进行了追踪 一番追踪下来 他们其实有过一个发现 这是3月15号0点30分左右 县城东侧一个卡口的这个摄像头捕捉到的画面 这辆白色的越野车就是三郎的车子 注意看 车上并不止一个人 虽然因为遮光板被拉下来了 看不清楚副驾驶乘客的这个真面目 但是从衣着和体型上看 警察认为这正是一名女性 三郎离开和满家之后 竟然还接触过一名女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事儿会不会存在这么一种可能 三郎平时感情生活比较丰富 有意无意之间辜负了哪个姑娘 这姑娘一怒之下 这就设计加害了三郎 当然了 真相揭开之前 这也只是一个猜测而已 当务之急 是要弄清楚这名神秘女子的身份 很快这就有方向了 既然和满夫妇反复表示 3月14号当晚 三郎接到了一名女子的电话之后 才坚持离开的 那三郎的通话记录里头 会不会留下什么线索呢 侦察员调取了三郎的通话记录 可是结果就让他们非常意外 这个三郎的这个一通通讯号码 当晚11点到第二天 凝晨1点钟 没有什么通话记录 没有通话记录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和满夫妇撒谎了 当时我们对和满就存在地疑惑吧 为了弄清楚真相 侦察员又调取了当天夜里和满的这个通话记录 果然可疑的情况出现了 和三郎一片空白的通话记录不同 那天夜里头和满那是相当的忙碌 就发现三月十五号一点到三点之间 他频繁的有打出电话 主要是打出电话 这都凌晨一点多到三点 你频繁打这么多电话干什么 一点到三点给我们正常人休息的时候 是啊 这三晶半夜的就算是找人聊天 正常人也不会挑这个时候吧 和满是在给谁打电话呢 这个人的身份其实不难查 他叫小若 是和满的女儿 在查小若的这个活动轨迹 侦察员的这个神经绷进了 三月十五号凌晨两点钟左右 他的女儿驾死的车辆出城去了 三月十五号凌晨两点钟左右 那不正是三郎驾车离开两个多小时之后 小若这么晚出城去哪了 从时间上推算 警察心里头又咯噔了一下 当时我们发现这个出城的卡口的时间 和他这个小若返回这个闲城的卡口时间 这个时间段刚好和这个案发现场 到达这个卡口这个时间段也比较吻合 当时我们就怀疑这个小若到过这个事发现场 时间和地点都吻合 说到这儿呢 事情似乎走向了一个令人冷汗直流的方向 案发当晚 三郎离开之后不久 何满就开始频繁的和女儿联系 随后他的女儿嘛 似乎又去过事发现场 难道说到头来 三郎的遇害竟然跟何满夫妇有关 侦察员很快就把小若叫来了 面对警察 小若的那个表现再一次让人意外 面对警察 小若虽然一度惊慌失措 但是他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他表示事发当晚呢 他确实是开车出过城不假 但是这也是有原因的 小若说呢 父母是靠出租挖掘机为生的 三月十五号凌晨一点多钟 他接到父母的电话 父母表示 他们搭别人的便车到工地上去修理挖掘机了 结果回不来了 正是因为如此 小若说他才会开车出城 他真的只是去接父母回家而已 根本就不知道表舅三郎竟然会出事 小若说的似乎也有鼻子有眼 可是三更半夜的何满和丈夫真的会在三郎离开之后还敢去工地 小若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呢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想法出现在了侦察员的脑海之中 还记得卡口摄像头拍下的那个画面 之前我们说过 因为车上的两个人呢 故意拉下了遮阳板 警察无法分辨出他们的面部特征 可是这时候呢 侦察员有主意了 他们大胆的决定 用这张图片呢 来试探一下小若 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张照片 我先摄像机里面摄一下 这张照片是我们通过我们公安系统的 只要卡口在沙斯多方向往先生方向走了 这是我们通一张照片 我已经解读之后 放大之后 一开啊 看到图片 果然这小若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了 这个副驾驶是这 这啥名字 是啊 外人可能认不出来 但是一个女儿怎么可能认不出自个儿的母亲呢 经过小若的辨认 画面上的这两个人的身份终于确定了 副驾驶上的神秘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河满 至于驾驶员嘛 说出来可能您觉得惊讶 她也不是三郎 而是河满的丈夫 杨初 这是不是暗示着这俩人开着三郎的车 走到县城卡口处的时候 三郎就已经被害了呢 这个我们过会儿再说 随着这两个人的身份水落石出 这个事的焦点再次回到了河满夫妇的身上 显然 从最初报警三郎失踪 到发现三郎的尸体 河满夫妇一直在撒谎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莫非三郎之死真的跟他们有关系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件事里头最大的矛盾点就出现了 你以为河满和三郎 真的只是普通的表姐弟关系吗 远远不止 这个三郎在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跟母亲就离了婚 从小就没人抚养 没人抚养以后就 他的这个表姐就是欧满嘛 就把他带在自己家里边 当自己的小孩一样的抚养了 河满接手三郎的时候 三郎五岁 而河满本人呢 甚至都还没结婚 后来呢 河满和杨初组建了家庭 夫妻俩也有了自个儿的孩子 可即便如此 他们也没有放弃三郎 一直妥善的照顾他 直到三郎十八岁 离开家外出闯大 当过爹妈的人都知道 把一个孩子抚养成人 那是需要付出很多心血的 河满和杨初好不容易把三郎养大了 他们真的会加害这个不是儿子 却胜似儿子的亲人吗 这个事的背后会不会还藏着什么隐情呢 牛奶加花生大力扛小恶 一路牛奶花生 邀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一番调查之后 三郎被害之谜 指向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方向 警方认为 嫌疑人说病啊 就跟河满夫妇有关 可是这个可能性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三郎小时候孤苦伶仃之际 是河满夫妇呢 将他视如己出 抚养长大 双方的感情早就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亲近之情 河满夫妇真的会这么狠心断送三郎的生命 想要坐视这两人的嫌疑 必须得找到确凿的证据 侦察员一方面对河满夫妇进行训问 另外一方面呢 对他们的家进行了仔细的勘查 很快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侦察员找到了现实 证据确凿了 面对警方出事的见证报告和卡口画面的物证 河满夫妇最终低下了头 他们承认三郎确实是命丧于他们之手 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三郎是他们寒心如苦 抚养大的 他们怎么就忍心夺走他的生命呢 和警方一番心理博弈之后 这夫妻两个艰难的开口了 他们表示 这出悲剧的成因实在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之前我们反复说过 三郎18岁之后就离开家出门闯荡去了 可是您知道当时他是怎么出去的吗 当时就是他把这个河满家里面 这个修房子的钱拉走了 直接直接跑到外面去了 就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不说 竟然还把用在刀刃上的钱都给卷走了 这笔钱是河满夫妇辛苦了好多年才攒下来的 三郎恩将仇报的行为 让河满夫妇感到了愤怒和失望 可是河满夫妇之所以会对三郎按起杀鸡 难道只是因为这桩陈年往事吗 并非如此 虽然这个事三郎做的挺出格的 但是后来双方的关系其实也修复如初了 案发几年之前 一直在外闯荡的三郎突然回来了 他主动找到河满夫妇 对自己当年的行为进行了道歉 他说当时自个年纪小 不懂事才犯下了大错 不仅如此 三郎还提出要在经济上补偿表姐一家 怎么补偿呢 三郎表示要和表姐夫杨初合伙买一台挖掘机出租 挖掘机很快就买来了 因为三郎要继续外出打工 这台价值八十万的挖掘机就由洋厨一个人经营着 这一经营就是好几年 这个挖掘机才收益 所有的收益 三郎就没有得到过 他也没有封过红 看起来三郎确实表现出了诚意 也许孩子终于长大了吧 河满夫妇说 三郎的转变让他们慢慢的放下了多年的不满和怨恨 双方的戒敌似乎也逐渐消除了 可既然如此 为什么到了后来还会爆发这场夺人性命的悲剧呢 据河满夫妇说 矛盾的导火索主要有两点 首先一点就是跟那台挖掘机有关 案发前一阵子 三郎再次回到了黑水县 他表示这次回来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把挖掘机运走独自经营 他就跟他表姐夫说 你用了几年我也要用几年 你前几年你不给我分空 后几年我也不需要分空 听起来似乎也公平 当初买挖掘机的时候 双方就约定过彼此是合伙关系 可是杨初却觉得 对于他们家来讲 三郎的要求是太过突然的打击了 就是这个挖掘机垃圾走了之后 对他收入 对家庭收入少了很大一部分 这对于他来讲是受了很大的影响 杨初说挖掘机 这几年的经营情况看似红火 可是因为回款慢 开支大 他们其实也没赚了什么钱 如果三郎就这么把挖掘机运走的话 自己之前的投入很有可能就打了水漂 杨初让河满找三郎商量 希望三郎不要把挖掘机运走 可是没想到三郎非但没有听表姐的劝说 反而说出了他这次回乡的另一个目的 而从夫妻俩的供述来看 这个目的就像冬天里的一盆冷水 直接把河满夫妇就交了个透心了 我要找到我父亲 我要给他买房子啊 河满说三郎的这番话让他很不是滋味 自己辛辛苦苦的把三郎拉扯成人 结果到头来三郎心里惦记着 竟然是他那个连面都没露过的父亲 失望和愤怒交织在一起 河满说他这个情绪啊 很快就走向了失控的边缘 这四八岁的时候就把他那个家里边 修房子钱偷去走了之类的那种 后面就不感恩他们 种种积怨放在一起 当时他就在想 我干脆我把你养大 我就打死你算了 就这样 邪恶的念头自生了 情感上的亏欠感和经济上的危机感 让夫妻两个双双走向了无法回头的歧途 3月14号晚上 他们假意请三郎吃饭 趁三郎毫无防备之际 杨出夺走了三郎的生命 而河满呢 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加害三郎的过程当中 但是在包庇和侥幸心理的支配之下 他也做出了大错特错的选择 为了逃避追查 夫妻两个呢 想到了伪造交通事故的伎俩 他们开着三郎的车 来到了事发路段的这个悬崖边 先是拿走了三郎随身携带的大部分财物 然后呢就松开手刹 将车子推入了悬崖 作案之后 夫妻俩给女儿小若打了电话 让小若把他们接回了家 为了迷惑警方的侦查视线 第二天白天 夫妻俩还装不作样去排队室报了案 声称三郎失踪了 可是谎言即便穿上了再华丽的外衣 也不可能变成真相 最终三郎死亡的真正原因 还是被警方给揭开了 案发十个月之后 四川省阿爸藏族枪租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个案子做出了一审判决 被告人杨初犯故意杀人罪 盗窃罪故意毁坏财务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何满犯故意杀人罪 盗窃罪故意毁坏财务罪 判处有期徒刑 12年 值得一提的是 盗案之后面对警方的杨初是一再辩解 他说三郎忘恩负义在先 这才逼得他痛下杀手 先不说三郎的死亡 杨初夫妇对作案动机的叙述 已经无人可辨真伪 但是就算他们说的全都是真的 情感上的不对等 那也不应该是成为 取人性命的解决办法 杨初夫妇抚养三郎长大 他们的付出确实应该得到承认 他们的这个潜意识当中 也希望得到回报的这种心情 也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句话叫 事与愿违 面对这样的局面 我们尤其要调整心态 对于因此产生的纠纷 更是要理性的看待 运用法律武器解决问题 以免在不平和愤怒之中 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恶 言论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年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人论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共同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